海河会阿蒙上月底先后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迈迦举行特别峰会 这被视为在美国与伊朗紧张对峙局面下 地区国家为应对随时可能的擦枪走火而采取的紧急行动 卡塔尔政府2号拒绝赞同两场地区首脑会议所发表的联合公报 成为继伊拉克之后第二个公开反对围堵伊朗的阿拉伯国家 卡塔尔外交大臣谢赫·穆罕默德接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说 海河会阿蒙两场特别峰会没有遵照传统程序 所发联合公报即事先准备没有征求卡塔尔方面的意见 谢赫·穆罕默德说 卡塔尔就两份会议公报持保留意见 缘由是其中一些内容与卡塔尔外交政策背道而知 而且公报远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谴责伊朗 却没有考虑这种做法对与伊朗相邻国家的影响 没有提出与伊朗对话的稳健政策 在谢赫·穆罕默德看来 卡塔尔原本希望两场卖家峰会 为与伊朗对话奠定基础 以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另外谢赫·穆罕默德还说 海河会特别峰会的会议文件强调海河会的完整性 但针对卡塔尔的封锁一直持续 在这种情形下 海河会的完整性在哪里 海河会阿盟上月底 先后在沙特西部城市卖家举行特别峰会 讨论多艘商船在阿联酋海域遭蓄意破坏 和沙特原油管道遇袭 指认伊朗破坏海湾地区安全 敦促伊朗停止资助恐怖主义 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严厉措施 伊朗否认上述指认 作为阿盟成员和伊朗邻国 伊拉克同时与美国和伊朗交好 没有签署阿盟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 卡塔尔派首相兼内政大臣阿勒萨尼 出席两场卖家峰会 他是卡塔尔陷入断交风波将近两年来 到访沙特的最高级别官员 沙特 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 2017年6月以支持恐怖主义 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于卡塔尔断交 实行制裁和封锁 后又有多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这一断交风波至今没有平息 是否身为塔尔配时封锁 但稍后 好来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